我刚才也说过,你们都加创,言下之意都相对看好美股的走势 因为近期都是这样,即是创新高 其实美股好像急跌完,很快就会再升 其实不用动那么多,不如一直持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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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行了 你怎样看美股现在一直创新高的情况还可以多久呢? 如果想学习加仓,大家应该有什么股份相对比较好 其实问多久呢?这个就难答一点的 因为其实我相信大家很厉害在目的 或者我们身边也有不少人发声过的 就是在刚刚九月份十月初的时候 曾经S&P跌一跌过,跌穿上升轨 我们也曾经被他挨一挨,想想这次会不会大网港进 可能会从高位下跌10% 谁知道6%左右就开始抽回上升 我相信对投资者来说这么近的一个学习时期 这么厉害在目,短时间内就应该不会再放弃手上的货 这也是我们经常说的,就算是挺看淡的事 我们经常说起码要有一半仓位是保存的 因为其实你不是每个人真的这么神准 可以时间到市场是否真的会跌 所以我们会觉得如果真的想投资的 或者有时不介意中间波幅的 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是不介意中间波幅的 那你参考一三年也好 或者现在其实那个市场比较多 美股比较多,美股比较多 就是说由一个低通胀的环境 开始变成通胀 再加上经济数据又好像反反复复不算太强 有点少少走低,但是通胀压又在 但是其实在2004-2005年的标普500 都是升了上去的,不少的都升了 我想提到的是,你可能听到我刚才提到的两个不同的年份 就是2004-2005和1314年,虽然大家听到美股是升了十几%上去 但是过程中间都会刺激下来的 那你要想就是,你能够捱到刺激的那是最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问我,如果在这一刻要选择的东西 我觉得我们会维持我们自己喜欢的大主族 就是我们喜欢去看一些大的格局发生的事 很明显科技股我们这些走不掉 例如就算Facebook当是说圆宇宙 圆宇宙这个比较虚了一点 给人的感觉 但是其实你想想圆宇宙后面的概念 可以买现在这一刻比较密切的关系的股份 都是刚刚刚一开始说的那些大只股来的 我会说都是FANG股 那变成了其实你会抱着那些 那些就跟S&P走法相似的 另外的,就好像刚才也提过一两次了 就是一个我们经常都很着重的新能源升级 新能源升级当然不止只是Tesla的 那你会看到随着过去这几天 COP26正式开会的时候 其实由开会前两个星期 我们都预估不到的 就是几多新能源股开始升上来 无论是太阳能股 甚至大家觉得再虚一点的氢能源 其实在美股那边都开始动的 我会这么说的就是说 刚才第一类的大格局的增长股 就相对波幅小一点 似乎美股的走势 另外刚才说一些新能源升级的 那波动会大一点 但是那个反而我们觉得那个 是大家很多市场在低估的东西 什么叫低估呢 我再加上一句 就是可能过去一两年 大家觉得好像各国 突然间各个都好像很绿色经济 就是各个都说什么ESG 碳中和那些 好像突然以为是 好像以前那样只是挂着光环 但是其实这次是很不同的 其实我们会说 如果你这两年听到之后 觉得不是很信 或者觉得很不舒服 突然变得这么快 我们自己内部有一个预计 其实现在的部分还未够 未来三年 全球各国要走的速度 应该要比过去两年更快 所以我们会对于新能源的升级 相关的概念 是继续非常看好 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